哈喽同学们大家下午好啊 我是新萌教育的concert啊 今天的话给大家分享两期视频啊 当天感冒好多了 所以可以讲讲新东西了啊 那我今天来讲的一个分享一个技术点呢 这个名字叫什么叫VX干 这个技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啊 VX干我们叫VX干就是VX 很多同学在学这个之前的话呢 应该听说过一个技术叫VGAN这个技术 叫虚拟局域网啊 这么一个技术 那VX干和VGAN这有没有关系呢 请大家注意一下 没有什么太多直接的联系 因为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说过 我说VGAN呢 是一个企业网里面用特别多的技术 就很多在公司里面 我们用这个VGAN这个技术呢 在我们公司的大的这个局域网里边呢 去做区域隔壁 好我们把一个 比如你们公司人很多 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上千个人 那这个是我们会通过VGAN这个技术呢 划分出一块一块一块 然后不同VGAN不能通 是起到一个二层安全的作者 二层的一个防护啊 那VX干呢 就是VX干这个技术呢 它主要用在哪呢 主要用到的是数据中心 就是IDC那边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机房 那尤其是中大型机房 这个VX干这个技术呢 用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的 非常频繁 那它具体解决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它最核心要干嘛用的 请大家注意 它主要用的是虚拟化的迁移 虚拟化迁移 大家一把这个点记下来啊 那很多人可能会说 这个虚拟化迁移 为什么要用这个技术 这是什么样一种关系 为什么要迁移呢 请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在企业里边 在机房里面用的这个服务器啊 都是虚机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云 这样一个概念 那这个虚拟呢 我们在里边 我们就相当于把一个物理的服务器呢 里边分割成一个一个一个的 这个子的一个系统啊 就是我们说的也叫租户 那么问题在于呢 当你的业务发生了一些变化 比如说业务进行扩展啊 访问量变大了或者缩小了啊 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需要去加配里边的 硬件资源的分配 比如说增加内存的 增加CPU的核数啊 划分硬盘空间啊 这种类的啊 那但是问题是 如果打个比方 你现在的物理的这个的整台服务器呢 如果说硬件资源已经不够了啊 硬件资源已经不够分的了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好 那我们就要把里边这个租户呢 里边这个服务器的啊 给它迁走 但是迁走的时候 比如说你从张家口计房 迁到北京计房 或者迁到这个贵州计房 你迁走的过程中 你还要保证这个业务不中断 懂这个意思吗 就是你要把这个原来的业务这开着呢 你这个别人还正常访问你的服务器呢 你要把它迁走 你还要保证这个业务不中断 你想想看 对吧 这肯定不是拿U盘 直接拷配走 那么简单 是不是 所以这个过程中要 就会用到这个VX干这个技术 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叫叫动态迁移到业务不中断 VX干就是主要服务于这么一个事儿的 好吧 哎呀这个题材特别费劲啊 这个几句话真是说不清楚啊 但是大家知道它大体是干嘛用的就行了 好吧 如果你想比较深入的了解 我之前讲过一些 我讲过一些大概两三个小时的一个VX干的一个扩展讲解啊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都可以听一听 这样吧 我把这个链接的话留在我的视频下方 好吧 视频下方啊 或者说是我不知道能不能给我视频下方啊 然后呢 或者说是那个发给我的小助理 你们看一下吧 好吧 我不是特别确定啊 一会你们可以看我的视频下方 我如果没有的话就联系我的小助理 好吧 大家感兴趣可以自己看一看好行 那我们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儿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同学们